蒋介石手下曾有三大汉将 各个英勇善战 阻止多谋 在大小战役中也展现出了超凡的军事才能 其中有一位连美国总统罗斯福都为其颁发战功勋章 然而就是这样的人物却得不到蒋介石的重用 甚至还惨遭暗算 连毛泽东都说 但凡蒋介石重用一个都不会输成如此模样 那么如此出色的三名国民党将领 为何不得蒋介石重用呢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国民党的力量可以说是达到了历史巅峰 不仅经济实力雄厚 联军式配置都是最顶级的美式装备 海陆空军一应俱全 人数也是毛泽东领导的军队的四倍之多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内战中的国民党军队却接连惨败 最终只能败走台湾 究其原因是蒋介石的用人之道出了问题 兵法有云 宜人不用用人不疑 蒋介石生性多疑 国民党军队里有太多优秀将领 因他的猜疑被疏远罢免 其中有三位是最不应该罢免的 第一位是孙力仁 国民党军队著名将领 有东方龙梅尔之称 出身书香门第 毕业于清华大学 起初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专业 后来意识到民族危难 弃笔从容 改学军事 考入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 他甚至国家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年代 外国民党军队不断入侵中国领土 在海外求学的孙力仁 胸中燃起了熊熊的爱国之情 他立志要亲手击退侵略者 孙力仁深入了解英 德 法 义等国家的军事情况 也让他对欧洲各国的军事力量动若观火 培养出了军事眼光 也正是因为这些在国外的学习 孙力仁在回国后不久 便在国民党军队中展露头角 他对军事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与认识 将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教育相结合 研制出了新的训练方式 孙氏操点 由他训练出来的部队 能在他的指挥时更加游刃有余 特别是在松户会战中 由他带领的部队七次成功 阻击了日军渡河 期间他还身负重伤 差点没命 但康复之后 依旧领兵作战 在保卫武汉的战斗中 又立下竹岳战功 让他在军事界中展露头角 之后还组建了名声赫赫的 国民党军队第38时 1942年在缅甸仁安枪战役中 更是大战神威 有效利用丛林地形 以不到一千的兵力大败日军 成功救出七千多名 被围困的英国盟军 和被俘虏的盟军将领 这次以少胜多的战役 给了当时盟军极大的鼓舞 并在随后两年时间 孙里人带领部队反攻缅北 胜利结束了缅甸战场 被誉为丛林之湖 尤其是在英美等大国的军政界 孙里人都有着极高的声望 并获得中、英、美三国颁发的战功勋章 他优秀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国际的认可 但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 孙里人中西结合的作战方式 常常不被国民党军队内部其他高层所接受 久而久之被边缘化 1949年国民党兵败退守台湾 孙里人任陆军总司令 1950年3月20日 蒋介石收到了一份来自美国中情局的机密文件 文件称 孙里人正在计划发动政变 架空蒋介石 这本只是美国的离间计 孙里人并没有任何发动政变的实质举动 但蒋介石生性多疑 孙里人从此就成为了他心中的一根字 不出不快 1955年 蒋介石将孙里人监禁 孙里人为国民党军队戎马一生 而他的功绩就这么轻易地毁在了一份伪造的密件上 曾经率领千军万马的将军 被软禁在一万之中长达33年之久 1990年 孙里人在台湾病逝 2001年 孙里人谋逆的罪名才终于沉渊得学 第二位是 学悦 不折不扣的抗日民将 便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生平参加过松户会战 徐州会战等大型战役 尤其是在三次指挥长沙会战中 做出了巨大贡献 沉重打击了日军侵华的目的 学悦从小就立志从军 从军事学校毕业后 就开始辅佐孙中山 1921年 孙中山就任民国大总统 学悦成为大总统府警卫团第一营营长 学悦常伴大总统左右 多次在危机之时保护孙中山 表现出了他的忠勇之心 在护送孙中山南下广东的途中 学悦游有谋 每次都能在危难时刻扭转战局 他也因此有了老虎仔这个外号 其中最惊险莫过于陈炯明叛变 1922年6月16日 陈炯明叛变革命 随后把总统府围得水泄不通 学悦拍马赶到 手持武器守着后门 然后护送宋庆龄突围 之后学悦一直守在孙中山身边 无愧于老虎仔的称号 学悦对革命有着崇高的热情 孙中山离任之后 他毅然留在国民党军队中 冲锋陷阵 1928年1月 学悦率领部队投靠了蒋介石 学悦有着极为出色的军事才能 在领兵作战时 往往能出其至胜 以少胜多 学悦凭借在前线的亮眼表现 多次生闲 1937年 蒋介石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 第19集团军总司令 抗日战争爆发后 学悦在抗击外敌时 更加勇猛无畏 成为了歼灭日军 人数最多的一代名将 1939年9月 日军兵分六路 进军长沙 并出动100多架飞机 和300多艘船舰 面对兵力如此悬殊的猛烈进攻 学悦没有退缩 而是创造出了天炉战法 以伏击 侧击 右击 尾击的方式 消耗敌人的兵力和士气 然后将敌人拖到决战区 一举歼灭 此次战役中 学悦依靠他的天炉战法 消灭日军十几万人 三次 长沙会战 军大获全胜 彻底重击了日军的主力 这一战也让学悦声名远扬 获得青天白日勋章 并被日军称其为长沙虎 在抗战胜利结束后 因战功卓越 还被美国总统杜鲁门 颁发自由勋章一枚 由于抗战牺牲了太多战士 学悦经常会带将士们 去悼念他们 学悦这样的军事天才 本应是蒋介石的座上兵 但他却在抗日战争结束后 不久就受到了冷落 原来早在1928年时 学悦就因为不满蒋介石 裁军的决策 参与过反蒋活动 虽然在这之后 学悦为蒋立下了许多大功 但蒋介石始终对其怀恨在心 解放战争时期 学悦不想看到国家分裂 所以一直消极作战 战败连连 蒋介石很快就抛弃了他 在内战中学悦不愿再使用自己的天炉战法 他宁愿被质疑 被诋毁 也不忍心手足相向 学悦晚年的成绩可以说 有一半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他的中意注定他与蒋介石 并非同路人 学悦将军晚年凄惨 在台湾处处受排挤 最后欲语而终 第三位就是耳熟能详的白虫喜 出征于广西桂林 国家一级将领 因足智多谋被誉为小诸葛 有着优秀的军事才能和独到的战略眼光 小诸葛白虫喜将军 是不可多得的国民党将领 但在蒋介石眼中 他就是个不定时的危险品 1928年 蒋介石再按捺不住对白虫喜的忌惮 派出自己的警卫暗算白虫喜 但他的计划没有成功 只能假意维持表面的和谐 甚至在白虫喜因病缺席会议时 还发电慰问 1929年蒋介石与白虫喜在湖南省主席撤换的问题上 意见相悖 蒋介石赶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再次派出特务暗中处理白虫喜 白虫喜获救后返回广西 蒋贵之间的矛盾到了白日化阶段 抗日战争爆发后 出于挽救民族威王的大义 白虫喜放下了和蒋介石之间的私愿 联手抗日 白虫喜和好友李宗仁不畏强敌 组成抗日队伍主动上战场杀敌 并在台尔庄战役中打破日军不败的神话 歼灭了敌军的有生力量 此次战役是中国抗战争中取得的最大胜利 给了中国群众极大的抗战信心 他主张的游击战术更是让日军头痛不已 对之后的抗战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之后的抗战过程中 白虫喜更是立下赫赫战功 并获得晴天白日勋章和抗战胜利勋章 然而这样一位军事天才老蒋却始终不重用他 老蒋是黄埔军校校长 他的嫡系势力都是黄埔军校出身 不能接受保定军校毕业的白虫喜这个外人 再加上白虫喜和李宗仁的紧密关系 导致蒋介石对白虫喜一直怀有戒备之心 尤其是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之后 蒋介石担心百里联合影响自己的地位 一直派人监视白虫喜 后来两人在解放战争中 因作战策略不同发起争执 蒋介石派白虫喜去支援自己的嫡系部队 白虫喜觉得武汉是战略要地不能丢 丢了南京就保不住了 因此没有听从蒋介石的指令 导致蒋介石怀恨在心 直接派人暗算白虫喜 白虫喜也是命大 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最终在1966年因心脏病发作而亡 这三位汉将在顾民党军队中 都是数一数二的优秀将领 却无一闪终 从这点可以看出蒋介石度量知晓 猜忌之重 如果蒋介石能放下戒敌 知人善用或许会是另外一番场景 或许蒋介石到死都没能明白 为什么明明自己一手好牌 却到最后输得一塌糊涂 在人生的很多时候 选择都比自身的能力更重要 这三位并是活生生的例子 杜忌明是蒋介石的一大爱将 更是国民党军中 有非凡战略头脑的统帅之一 三大战役时 杜忌明虽然不是徐州脚总司令 也不是东北脚总司令 但是在辽审战役后期和淮海战役期间 他都是国民党军 在该战区的实际最高军事负责人 两大战场加起来 他总体指挥的国军总兵力 竟然超过了百万人 不仅仅是在这两场大决战之中 早在1946年 杜忌明就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相当于后来的东北脚总司令官 是国民党战区级别的负责人 杜忌明可谓是位高权重 但如果让他与同时期的国共两党将领相比 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呢 国共内战时期 国民党有五大王牌主力 分别是国民党第十八军 第五军 第七十四军 新一军和新六军 他们都在抗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然而他们的组建和一步步发展为国民党王牌 都离不开一位核心人物 如组建第十八军的张成 新六军的廖咬香 和新一军的孙力然 第七十四军的王耀武等等 其中也包括第五军的杜玉明 与其他国民将领相比较 孰优孰略一探便知 首先是五大王牌之首 第十八军的陈诚 陈诚在抗日战争以前 就已经脱离了第十八军 也就是进入了国民政府任职 在解放战争期间 曾历任军政部部长 国防部参谋总长和海军司令 达到了其他王牌主力核心人物 无法企及的高度 新一军的孙力人在缅甸战役时 与蒋介石一见相左 在解放战争期间被剥夺的军权 就任了国民政府一个贤职 也无法与其他出生王牌主义的将领 相提并论 新六军是五大王牌主力最晚创建的 与其他高级将领相比 很显然资历尚浅 廖要湘能担任国民党超级兵团 第九兵团的总司令 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 纵观出生五大王牌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就只有第五军的杜宇明和第七十四军的王耀武 两人资历战功上旗鼓相当 那么在解放战争期间 两人的地位谁高谁低呢 第五军是杜宇明的起家部队 除了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 他率领部队参加了松户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之外 最大的功绩是率国民党第五军 十万远征军入眠作战 在缅甸曾重创日军主力师团 打出了中国抗日部队的威风 虽然在远征军回国路途上 因为杜宇明的指挥失误 致使部队误入野人山 损失兵力十之七八 但无法忽视入免作战 是杜宇明最大的贡献之一 作为蒋介石得意门生 杜宇明在解放战争中 炎然成为了救火队长 本来就任徐州小总副总司令 在东北淮海战役时期 魏力皇与蒋介石一箭相左 蒋介石又急调杜宇明赶赴东北指挥 东北的国民党将领实则是架空魏力皇 也就是说 此时的杜宇明相当于东北小总总司令 东北被解放军解放后 杜宇明又回到徐州 重新担任徐州小总副总司令 在淮海战役结束 被解放军俘虏 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 是抗战争战功最多的国民党部队 是硬生生打出来的部队 参加过抗日战争中几乎所有的重要战役 可谓是战功卓著 王耀武也由此成为了 国民党最耀眼的王牌将星 早在抗日战争期间 王耀武就已经担任了 第24集团军和国民党陆军 第四方面军总司令 指挥大兵团作战 只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 1945年10月 蒋介石命令王耀武 担任了山东省政府主席 和山东绥靖指挥部主任 要知道 山东绥靖指挥部 是隶属于徐州 角总司令部 而徐州角总司令部 和东北角总司令部 是同一级别 也就是说 无论杜云明就任的 徐州角总副司令 还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之职 都要比山东绥靖指挥部主任要高 不过王耀武在山东说了算 杜云明在徐州 还要听从刘四的命令罢了 王耀武的七十四军 是国民党王牌主力 最先被歼灭的 而济南战役 又使王耀武成为了 五大王牌主力部队 缔造者最先被俘虏的一位 要不是如此 他很可能会受到 蒋介石的重用 地位绝不会在杜云明之下 如果论王耀武 与杜云明在抗战中 两人参加的会战次数 以及对抗战胜利的影响 恐怕王耀武更大点 王耀武在抗战时期 基本上参加了所有的大级会战 如南京保卫战 丰兰会战 万家岭战役 长沙会战 上高会战 恶西战役等战斗 而王耀武都取得了很大的功成 可以这样讲 从抗战之初到抗战结束 王耀武是年年对日作战 而且是战战家 再来看看杜云明 他参加了早期的长城抗战 松户抗战 而让他成名的是在1939年 取得了昆仑关大结 能够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 杜云明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那就是他指挥的第五军 是当国军中装备最好的一个部队 这场战役也是他在抗战中取得的最高成绩 之后好像就没有什么突出的战绩了 包括远征褪败野人山 让部队损失惨重 也成为他军事生涯中一大污点 这样一算杜云明一功一过算是扯平了 上面说的是职位 如果从杜云明的功劳和出生来看 同样在国军阵营当中十分突出 杜云明是黄浦一校毕业的老奖嫡系军官 军事才能在黄浦生当中属于第一层级 在抗战时 已打出过昆仑关大战 以及负免远征等经典战役 是国军将领里面非常突出的爱国将领 既然如此假设解放战争时期 杜云明不是在国军阵营 而是解放军的军事将领 那么建国后他可能会获得什么级别的军衔呢 杜云明在国军阵营时的最终军衔是陆军中将 但是这个军衔有一点点问题 国民党军的上将是有严格配额限制的 所以杜云明在被俘之前没有能够晋升为上将 假设他能够在淮海战役当中侥幸逃出 那么不排除在解放战争后期 题为中将加上将之类的准上将军衔 而到1955年则大概率在台湾成为二级上将 国军的二级上将军衔如果类比的话 大致等于解放军的开国大将级别 一级上将则与解放军建国后的元帅分量相当 若对于明是解放军的将领 他能匹配什么军衔呢 这分两种情况来说 第一种就是他自黄埔的经历之后 直接加入解放军阵营 那经过长征抗战以及解放军战争 以他的军事才能 未来成为解放军开国大将级别的将领 概率会比较高一些 如果55年没能平上大将 也要在上将的前几位 无论军事能力还是个人的品质而言 都是比较有希望的 这样讲可能不太直观 可以举一个例子来对比一下 解放军著名的战神肃裕 建国后排在大将的第一位 他在解放战争期间最高担任过 三野的代司令员代政伟 是野战军的实际指挥者 而对名指挥过的国军东北作战集团 当过保安司令长官 后来也分别以副司令员身份 代行过 魏力皇和刘四的角总军事指挥权 所以他实际上就是方面军级别的将领 和三野的素育非常相似 一个是野战军代司令员 一个是角总实际组织工作的副司令 杜与明的军事才能虽然略逊于素育 但也是一员难得的指挥官 就军事地位和才能而言 两人都颇有可比之处 从这个角度来看 杜与明若是解放军将领 五五年很有可能被授予大将军衔 那么杜与明有没有可能被授予元帅军衔呢 毕竟黄埔一期出生的徐向前是杜与明的同学 后来在十代元帅中排第八位 四野统帅林彪只是黄埔四期出生 算是杜与明的学弟 更是排在元帅的第三位 关于受刑还真不能以黄埔出生来论 因为徐向前将军在红军时期是兼敌最多的解放军将领 解放战争中又成为战功最突出的野战军首长 他的功劳是打出来的 跟黄埔出生关系并不大 想要达到元帅的级别是非常有难度的 杜与明必须是从红军时期居加入解放军 并且和林彪徐向前等人一样指挥大兵团作战 长期都有出色的战绩 才有可能获得凭元帅的机会 总体来说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但概率并不大 还有一种情况 如果杜与明不是从事军事生涯初期 就加入解放军 而是在解放战争当中 如同副作义 陈明仁等人那样 半路上选择起义投诚 这种情况的含金量就大大低于第一种了 对于建国后受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杜与明是半路起义而来 自然也是有功劳的 比如大大减少了国共两军的战场伤亡 以他中央军衔嫡系的政治影响 以及中央首长的爱才之情 很可能继续让杜与明带领部队 从事军事活动得到重用 但是这种情况下 他的军衔可能会打折扣 考虑到杜与明的战功和地位 要高于陈明仁 他不太可能只被授予上将军衔 但是1955年受贤时 如副作义 成前等资历影响超高的 起义将领 为了回避一些问题都没有参与受贤 如果杜与明也是起义将领身份 很可能会归为此类